今天第一条信息 一个只相当于上海三分之一大 人口30万的古希腊 却孕育出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和伟大的欧吉里德 怎么想都不可思议 国土大并不一定强 一座芯片工厂就是一个时代 一条500米的街道 就是全球财富的心脏 做大做强这个词非常有问题 今天第二条信息 网易跟帖 原文外贸客户突然不回复了 什么原因 如何破冰 下面是网友跟帖 依你跟境外的客户联系 不就是勾结境外势力吗 小心有人说你是间谍 二 谢谢哈 但是我已经从事外贸行业十年 在国内把东西卖给咱们自己人 叫内贸 把咱们自己产品 卖给全世界 叫外贸 而且是国家鼓励支持的 至于你们说的间谍 没懂你们意思 外贸和间谍有什么关系 三 参考反间谍法 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外贸吧 我这里不是讲什么国际政治问题的哈 也不是讲什么间谍 我这是一个讲BitB外贸的博主 武士的 不可以不关心政治 但是政治生活在方方面面 反间谍法已经覆盖到了学校 老师要求孩子监视自己的父母 是否观看外国网站 这就是现实 你要是外国人 你敢过来吗 六 大哥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晕死了 我说国际贸易 你非得说政治方面 请不要讨论政治 可以不 我是一个传统做BitB外贸的人 建议你 先去了解什么是外贸 什么是国际贸易 国家鼓励不鼓励 支持不支持 好吧 别说政治问题了 我谢谢你了 其现在的经济问题 就是政治问题 这关系着 很多人的方方面面 为什么外贸订单没有了 有一些企业还说 要是把工厂搬到其他国家 他们还会继续合作 为什么不止我一个 说你联系外贸客户 小心会被认为是间谍 你有好好想过吗 八 行走的五十万 九一楼 想做间谍也得有资格 你以为老外傻 使自己去查一下 间谍行为的最新定义 任何人不提高觉悟 都可能出问题 十一 作者看不出来 别人是反讽吗 十二 我觉得他看不出 要不 不会一本正经的回复 十三 这个作者是沙比 你做外贸 不关心国际形势吗 或者你的外貌 就是懂点外语 在海外电商平台开个网页 十四 你先搞清楚 国际形势 你要了解什么 和你聊国际市场低迷 美国汇率再度增高 我只了解和我做的产品 有多大的 直接关系的事情 其余没有时间和你瞎聊 至少我还得赚钱 还是非得要我 和你聊一些国际问题呢 看这个国家怎么样 那个国家怎么样 一些政治 还有谦虚不一定有错 无知会显示你的无能 你以为懂点海外平台 开个店 就是做外贸了 别拿你认知的跨境 来和我聊传统的 比特币来比 OK 还有一点 谢谢你们看得起 我一个小人物哈 十五作者过于认真了 第一个评论的人 只是开个玩笑 另外 如果你真认为 国际形势和你无关 就又过于天真了 十六 确实 天下哪有无关政治的生意 国际公司 有钱大佬 哪个不紧盯局势 我要是客户 我也懒得搭理作者 这种无知的人 不反省自己的无知 还做什么外贸 没客户太正常了 十七 他特么还不知道 外贸的下滑 正是因为政治原因 他还幼稚地以为 他的产品质量和服务 能胜于现今的国际形势 今天第三条信息 按深圳新闻网 超强台风 苏拉 外围环流风雨 已甩上岸 受台风影响 深圳全市中小学 幼儿园秋季学期 开学时间从9月1日 推迟至9月4日 深善特别合作区 9月1日起舞亭 深圳全市公园 暂停游园 9月1日12时起 深圳机场暂停航班运行 9月1日水路航班 全线停航 广东地区停运列车 近4000列 深圳今天18时 将台风蓝色预警 升级为黄色 今天第四条信息 崩溃 新农河涨价连年 无力承受之际 一开学 又被拿捏住生存之道 2023年8月31日 一位网友表示 农河缴费 在10月份开始交 而今年 我们要求在8月31号之前 全部交完 我妹妹家 有两个读小学的孩子 明天就要开学了 她原木不打算交农河费 但没想到 学校要求明天去报名 必须携带 全家的农河缴费单 和户口本 而且缴费单上的人数 必须与户口本一致 否则学校不接受报名 今天政务大厅里 排队缴纳农河费的家长们 形成了长龙队伍 今天第五条信息 网易跟帖 原文 大运会 大包大揽 市井赛 却一金难求 中国田径 紧获一桶 火灵金牌收官 下面是网友跟帖 一主要是大学生要开学了 不然派他们去 一定是横扫对手 二那是大运会 弄专业的 对人家大学生 现在都是专业对专业 就不行了三 玩业余的 我最专业 玩专业的 我最业余 四 从小我们就学 田济赛马这种小聪明 还沾沾自喜 今天第六条信息 财经博主 Top三高校确实卷 拍个马屁都卷成这样 浙江大开学典礼下大雨 三个新生上去给校长撑伞 第一个上去 校长很欣慰 画面很和谐 第二个拿伞的上来后 第一个本来撑得好好的 为了给第二个让出位置 生生给校长头顶 挤出一个落语缝 第三个嘛 就开始套娃了 忘了是哪个名人说过来着 第一个是天才 第二个是庸才 第三个是纯才 这句话放在这里 很应景 本科生开学典礼 杜江峰教授讲话 浙江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天第七条信息 据路边社透露 8月30日朝阳法院执行 一行两辆车 五六个人 由法官 法警 到保定执行某案 执行中 与当地公安起了冲突 双方大打出手 结果北京法警 法官被保定一线治安拘留 朝阳法院 没有干过保定警察 太有意思了 今天第八条信息 问 世界医疗水平 日本排名第一 柬埔寨临近的新加坡和泰国 都排名前十 而中国排名六十四 为什么偏偏要到中国就医 答 零件可以随便换 今天第九条信息 市主自己写的一卷草书 枪敬酒 拿去装表 被地铁安检拦了下来 要检查是否是反动内容 但是又看不懂草书 认真负责的小安检员 多次请示上级领导 最后案指示 要求作者 逐字念出来并解释 再核对落款与身份证 在寝室 最终放行 今天第十条信息 枣庄有没有快九月了 六月的工资还没发的 原本以为 灵医教师就怪不容易了 没想到隔壁枣庄 这情况更是难啊 山亭各乡镇都没发工资 有 益城 薛城 可能还有台儿庄 欠四个月工资 还有腾州部分镇 也欠好几个月工资 我老公三月份的工资 还没赢吗 有五月份工资 还没发的吗 今天第十一条信息 网易跟贴 原文 武汉病毒所实证力 成为2023年中科院 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 网友发问 疫情爆发后 他为什么就消失了 作为中国顶尖级病毒专家 为什么这三年疫情 他丝毫不出来 今天第十二条信息 周华健爆料称 中国红会 最近不断地打电话给我 叫我捐一百万元 也不是捐了 他们说 只是做作秀了 事后会返还我一百二十万 还说 只要照做 以后在大陆 就有演不完的演出 如不合作 就想办法治我 叫我自己看 无耻无极限 这是他叉叉的 什么鸟慈善组织 今天第十三条信息 网易跟帖 原文 抢颜风波出现 要怪的不是抢颜的人 各种科普本身 就很有问题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 一 在这里 什么国际原子能机构 算个屁 咱们有抖音 各种自媒体 这些才是可信的 二 看抖音 比上大学还管用 那上面说什么 信什么 大学教授给你上堂课 你都不一定记得住 抖音上面 刷十五秒的短视频 你就学会 三 父母看了 都被洗脑了 没办法 哎 四 我的小闺女 今天让我带她去看海 因为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哎 我只能说 闺女 你好好学习 自己有知识 海就回来了 放心吧 五 哎 学坏容易 学好难啊 六 六十四种和放射元素 马上要拿几十个 诺贝尔奖了吗 七 抖音 快手 各个都是专家 八 朋友圈 你敢发个正常点的视频 阴阳怪调 一会就来了 实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核物理专家 出来说这个事 出来说的 都是狗屁国际问题专家 海洋法专家 这些文科生 懂个基尔 十一 兄弟你要明白 在国内 没有对错 只有立场 更何况还掺上日本 那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放开之前 让你不要扎堆聚集 但是做核酸 哪个不是扎堆 刮风下雨 都在外面排队 有专家出来 公开提出问题吗 今天第十四条信息 网易跟帖 原文 外媒开始歪曲事实 指责中国核废水 寒川量远超福岛 一 本来我们很多人 不关心国内核电站情况 借着日本核电站事件 变成更多人 也开始关心自家核电站了 二 这就麻烦了 今天第十五条信息 澎湃新闻 教育部说 将有序扩大 优质高中招生规模 解决群众普直分流焦虑问题 家长焦虑了这么多年 九年义务教育后 十四岁的孩子 被分流到职业高中 甚至直接进入社会的上学问题 为什么教育部 会在今年突然发生 我个人认为 根本原因是 2023年出生人口 预计为788万 2028年出生人口 预计低于500万 继续高中分流 结果就是 考入本科学校的学生 将只有390万 未来更低到 只有250万参加高考考生 而2023年 大学毕业学生人数 是1158万 高考学生下降70% 全国本科院校有70% 无声援 这才是为什么教育部 会扩大高中招生规模 不是为了解决群众焦虑 而是保证大学 不大面积倒闭 不大面积倒闭